《色欲》 第24章 色欲 障道章 這一章呢 佛陀慈悲教士 要我們深深地明白 來色欲為眾生的重病 我們都有罹患很深的重病 是什麼 色欲之心 但是這個色欲之心的 它會障礙真理 障礙解脫道 所以叫色欲障道章 看經文 佛言愛欲莫勝於色 色之為欲 其大無外 賴由意义若使而同 鋪天之人 無能為道遮矣 用這樣一個譬喻形容的方式 來了解色欲障道的威力還有過患 佛陀祂教士 佛言 愛欲莫勝於色 愛欲的危害 愛欲的束縛 愛就是情愛 愛 欲呢 欲呢 講的就是 比較局限的講 就是男女之欲為主 男女之欲為主的諸欲 這些愛欲 莫勝於色 種種種的愛欲之中 沒有一個比這種色還要嚴重 還要厲害的了 這個色講什麼 這裡就可以啊 比較局限的講 男歡女愛的性欲 這個色字在這裡指男歡女愛的性欲 男女的性欲 所以愛欲就是你諸種的欲望 沒有一個超過男歡女愛的性欲 男歡女愛的性欲它是最強的 色之為欲 這句話意思就是什麼 色欲對我們眾生 對人的影響 叫色之為欲 影響 它的影響在哪裡啊 這個色欲不就是正常男女 就是交和 或者就是婚嫁 傳宗接代 才會繁衍後代嗎 這個時候鳥獸 昆蟲 都是這樣 這不是自然而然的嗎 是不是 但是它哪裡有什麼影響 影響什麼呢 色欲影響是引人入山圖 引人往三惡道前進 就是這個影響 如果沒有這個影響 色欲就是非常一般的事情 大家就是都行色欲的話 沒有後顧之憂 問題色欲這種東西 乃至於你想一下 它就往三惡道去 一個近代哪一個朝代 好像明朝還是誰忘了 有一個做官的人 他能想起他前四世 前四世的事情 輪回前四輩子的事情 他說最早還記得最早的一輩子 四世那一世 他是一個出家人 他怎麼樣變成一個在家人 你曉得嗎 但就因為在寺廟 身為沙門出家人 看到有很多的女眾 拿提著籃子 打扮得很漂亮 在那裡走路 他就用眼睛去注意看他的身材 動心 第二世 變成犯覆走足 然後他在修 又有一世又怎麼樣 在第四世他就做官了 他記得清清楚楚 他說人 就是你如果有這個色域之心 他一下就把你的道業給毀掉 引人入山土 所以在佛頂經 佛頂經就是楞言經 楞言經他講了 你銀心不除 沉不可出 你銀心沒有去除掉 這個沉 就是三界的輪迴了 你處理不了了 所以他就講了 色之為欲 其大無礙 色欲對人的影響 就引人入山土 廣大無邊 巨大無比 賴有依矣 這什麼意思 這個賴 就是性好的意思 幸虧 幸好 幸好什麼 賴有依矣 就是說 幸好有無數的愛慾 愛慾之心有無數種 對不對 你愛車子 愛錢 愛民生 愛權利 愛面子 這些 有無數種愛慾 幸虧 色慾 只有一種 賴有依矣 賴有依矣 幸虧 愛慾很多 但是色慾 只有一種 弱使二同 就是說 如果還有一種 賴有依矣 那裡還有一個意思 如果還有一種 弱使二同 假如它跟色慾 一樣厲害 叫弱使二同 假如還有一種 慾望 它跟色慾一樣厲害 誘惑力這麼大 這麼強 鋪天之人 無能為道則已 全天下的人 無能 就是不可能 為道 就是修行成功 全天下的人 不可能修道會成功 就是還有一個東西 如果跟色慾一樣厲害 誘惑力這麼強 全天下的人修行都不會成功了 所以幸好只有一個叫色慾 你看這個色慾 它所研發的過患 一個女孩子跟一個男孩子交往 這個女孩子就是很聽話的 可能就是他父母親的掌上明珠了 個性溫柔 情鬥初開 這個新聞 所以男孩子交了這個女孩子以後 就把她甩掉了 然後就是去交別的女孩子 這又是不是很多 越來越多 這女孩子是 一個很柔弱的女孩子 剛開始氣得去跟這男的理論 最後怎麼樣 破瘤痠 破到那個男的眼睛失明 這女孩子父母怎麼也想不到 我的掌上明珠 會把人家眼睛弄瞎 那是什麼讓他產生 這麼大邪惡的力量 這麼大稱恨的力量 始作俑者是什麼 他被色慾迷智 由色慾再引發其他的嫉妒 成恨 成恨 等等 那也有這個 男的看起來規規矩矩 老老實實 對不對 這個人呢 如果沒有緣境 大概一生就是老實人 雖然 也沒有什麼大作為 但是呢 你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他也不敢幹 在以前呢 在我當兵的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如果是強姦罪 叫什麼 唯一死刑 同修有跟我年齡相仿的 你應該還記得嗎 觸犯軍閥 唯一死刑 我在今年的軍閥 回歸一般的司法 是不是 但是呢 這老老實實的男生呢 他如果被色慾 引誘 迷智 比如說他看了色情片 色情書 或者聽人家講一些 吟詞諱語 導致他一直亂想 會怎麼樣 色膽包天 你看 一個老實人 規規矩矩 他會色膽包天 他什麼事都敢幹 你看這前幾年 一個女老師 代課老師 女老師二十幾歲 她因為在外縣市 當老師 因為聘的老師 租一個公寓自己住 這是不是很正常 被一個男的給鎖定 可能看他有姿色 跟蹤他 好像想強奸他 趁他開門進入房間的時候 推著他的門跟他進去他的房間 好像把他悶死了 是不是 活活把他悶死 為了要強奸他 你看 怎麼一般人膽子有這麼大 你要強行進入人家的家門 還要把人家的女兒給弄死了 那不就是色膽抱天嗎 所以這個色欲 色之為欲 色欲的影響 其大無外 非常廣大無邊 巨大無比 就不可思議 所以 有人 單戀 你喜歡這個男生 或你喜歡這個女生 可是他對你沒有興趣 那你那個心呢 就起起伏伏 就好像鎖定在這個對象上面 他如果合你的意 他跟你的互動 看你跟你講話 或他跟你的交往互動 合乎你的心意 你就是像天堂一樣 你很快樂 如果不合你的意 對你很冷淡 不理睬 沒有回信給你 沒有接你的電話 或者他跟別人出去玩 你就好像掉到地獄 想自殺 不吃飯 喝夢酒 有沒有 這個是很多 不一定要真的要對象 在一起 有的就是 還沒有正式成為夫妻或情侶 他的過患就產生了 以前我在學佛 聽經 聽經講經的法師就講了 就是說 這個 來學佛 有的人是結婚的 結婚的就是有鎖鏈 太太來學佛 脖子上就好像有鐵鏈鎖著 然後今天講經時間超過十分鐘 就看到他的這個鐵鏈 在那邊喇 老公要我趕快回去了 無形的鐵鏈 對不對 等一下 回扣電話就聽到了 同學就聽到了 屁屁叫 是幾點 是走去哪裡 沒有啦 今天講經講什麼 偏小的 叫你們法師來跟我說 什麼劇情都有 這個就是鎖鏈 對不對 我常常舉例 老和尚要舉行火葬 對不對 什麼 家庭是什麼 是監勞 監獄 感情是鎖鏈 意思叫他放下 對不對 講完這個才怎麼樣 點火 已經死在那裡了 對不對 老和尚主持火葬 拿著火把 家庭是監獄 感情是鎖鏈 點火 這樣 意思是說 這一輩子結束了 夠了啦 你被關夠久了啦 現在要跟佛去 讓你真正的自由了啦 不要這個身體燒掉了 一履幽魂 還認為你是張家的人 成家的人 還認為你是誰的爸爸 你的兒子 那就是角色變換而已 不要再執著的意思 所以如果學佛修行的人 他如果過得了這一關 那就像漏網之魚 那情侶來 或者是情侶來 就像有情思一樣 你明明這個男生就坐在這裡 坐在第一排 明明他就盯著我看 在那邊講著口目橫飛 可是他那個情思 就連到女生倒數第幾排那裡去 有一條絲 為什麼他心裡就想 我的anada有來 他坐在左後方 我現在聽經一個小時 就是忍耐不能看他 就是只好看著那個 穿黃色衣服的這樣 就聽聽聽 要動一動 要認真 對不對 聽完了以後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阿彌陀佛 他就看了 看他的情思被剪斷了 還是他的anada的情思 連到別人那裡去了 那不得了 萬一他的這個情人 男的女的都一樣 今天坐在婦幼室 那情思就被這個門夾的都變醒了 等一下休息上廁所就要去看一看 在哪裡 這個情思 會越來越大條 會變成鐵鏈 要升級 你的電腦手機都升級 你的鐵鏈情思不用升級 這樣怎麼戲服得了你 謝謝